這個老師他面對英寧 國小一年級的學生在午休的時候 因為他睡不著 只是跟別的同學講話 他擔心影響其他學生 所以就把他單獨隔離在教室的後陽台午睡 這個時間從他小學一年級到二年級 大概時間長大一年 到後來就是即使老師不在 這個孩子想要回到教室休息 其他的同學也會要求他說 老師說你應該睡在陽台 然後不准他留在教室的睡 所以他這個長期就無意中對同學要前話 這是經過監察院調查 在103學年度發生於新北市某校園的事件 證明學生最後被醫院診斷罹患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但這名老師不斷堅持自身管教方式的正當性 負責調查的監察委員田秋景 也認為這名老師絕對是無心之過 這個案例凸顯教師對兒童人權不夠了解 所造成的傷害 為了營造保障以尊重人權的友善校園 並培養學生的人權意識 國家人權委員會及教育部啟動人權教育合作深耕計畫 要共同打造以人權為根本的校園環境 教育是最重要的百年大祭 也是我們推動人權教育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重要的起點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能夠加速我們台灣校園人權教育的普及跟深化 希望未來我們在校園因為這樣的一個持續發展 對普大公約的落實更可以一步一步來向前行 最後希望這樣的一個起步 能夠讓台灣跟世界在人民交易上有最好的一個對接 也希望台灣把這個最根本重要的股市價值 就從校園來建立起 人權會及教育部將以領導人才人權培育 教師專業素養提升 教師人權增能扎根作為推動重點 並提供監察院相關案例參考 強化人權概念與人權公約相關課程 讓台灣的人權教育能夠接軌國際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鄭祥云 欧阳孟平在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庭 中央廣播電ari記者庭 中央廣播電池 中央廣播電梯 中央廣播電影 中央廣播電影